我們交了 黃衣跟人跑是郭寶 中間紫色頭就是黃衣 還有堅尼地 然後第六 馬嵐中間第七位 藍色衣 白色交叉 那隻是宜德 厚點的馬 先向前看 頭之旺 內蘭尾以為止 葵衝老友 包出落尾 淺藍衣 自由飛翔 接近對面直路頭 這個就是一千米的斷柱 前面方頭的馬是進標 跟著第二位 藍天兵馬在第二 第三位 內蘭威震天 第四位 海旋星光 第五位 內蘭黃衣 是郭寶 在外面紫色頭罩 第六位還有堅尼地 跟著第七位 白臂窟 是宜德 再後面幾匹馬 向前看 頭之旺 尾以自由飛翔包出落尾 還是葵衝老友 對面直路中尾段 次序上足動不大 進標帶著藍天兵馬 第三位 內蘭威震天 第四位 海旋星光 見到中間 宜德慢慢上來 外面紫色頭罩 還有堅尼地 內蘭黃衣 後點的馬 向前看 尾四 尾三頭之旺 尾以自由飛翔包尾 就是葵衝老友 好 轉整彎入直路 進標佔先 藍天兵馬 咬著他不放了 見到裡面威震天 不是很夠位 見到中外檔打衝鋒的馬 有郭寶 最初衝上來 還要向前看 後點才能移得 那些馬 最後一百米 進標已經是透出 外面 見到向前看 逐步上來 中間還有哥寶 接近終點 進標贏出這場賽事 跑第二名 是哥寶 中間 外面向前看 兩匹馬很接近 需要拍照 結果這場賽事 這隻進標 採取一個很主動的跑法 就是擺在前面走 結果一放到底 究竟王三的哥寶第二 還是七號的向前看第二 要拍照 第四名 亦有威震天 外面白臂枯 宜德 亦要拍照 第四 後長10號進標 前面放回來 李經國 跑第二名很近 12號的哥寶 和七號的向前看 拍照 第四名 見到就是3號的威震天 莫萊拉 做出好戲 李經國 打得到機會 有一點慢走 他放 可以 低百元 放在前面 真是便宜一點 那個保留 那邊有很多 王五圓 吃 吃 吃 美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勝出的進標,一有四分之一的馬位 也要等待預計派載 評投第二 7號和12號 好了,一起看看預計派載 派第一名是10號的進標 獨贏派74.5,位置派27.5 跑第二名分別是7號的向前看 位置派60元,和12號的歌寶,位置派20元 跑第四名就是3號的威震天 麥丹7號、10號、12號就派1788元 連贏7答10,派388元,位置Q派218元 10答12的連贏就派113元,位置Q派79元 還有7答12的位置Q派271元 看了三重彩,有兩份派彩 10號、7號、12號順序,派522元 10號、12號、7號順序,派5167元 進標打開勝門,終於到上支又差一點 今天就擺前自己放 南天兵馬出到閘門,好像擺前又一般 今天 聽到三選一的月計派彩,勝出組合是A3 其他欄門,派22.5 好,回來覆綁了,看到地勁國 富里馬斯、梁明偉 步速都算放得很快 前面那堆馬有些都不斷 看看第二名的照片,7和12 第四名都很接近,裡面有威震天,外面追回一點點,就是那隻怡德 四連環的預計派彩,3號、7號、10號、12號,派2,699 四重彩都有兩份派彩,10號、7號、12號、3號順序,派3,245 另外,10號、12號、7號、3號順序,派2,966 好,馬上看我巡邏影片,最後郭寶的飛數很厲害,只有五十多元 起步並不是很大力推,即是順著走 但我當威震天停下來,另外進標懶不提防,他會走去大 起碼我自己就想不到 前面位置就是這幾隻馬走,中間海旋星光,外面是藍天兵馬 後面一陣,見到堅尼地,中間黑白色衣服就是宜德,包米那四隻 分別就是向前看,頭之旺是黑色衣服,包米一隊,葵宗老友,自由飛翔 早轉其實不是說,很多騎士很大力搶的 但在分任時間,轉轉比標準快了些,都屬於編快捕捉賽事 南編冰馬今天出了一集,不過他又不是留,選擇上去跟前 網空跟前結果效果一般,回來也省了幾塊 進標,見到裡面的歌寶不是很搶,他又自己拾過來自己帶 都走得輕鬆,歌寶雖然說不放,他想末段的貫注力好些 但我認為他會頂得厚一些,你以為他頂起黃金包箱 我在第二陣就好些,因為你見他末段不是說放得很厲害 那些馬來的,都是有點靠籃的 其他馬匹堅尼地沿途莫空三四就難的,以往放得好 那些馬匹堅尼地沿途莫空三四都要貼欠 反而那些馬匹堅尼地沿途都一樣挺威力的 原來他都不是說靠省靠賺,而進去還要扔到最出 我回來也會越追越近 這裏還是貼欠那些比較好些,都是前面那堆回來的 其他自由飛翔,全部走勢,現在都在鏡頭最尾尾的那一隻 看來現在新下場再出會好些了 第一場賽事到福榜完畢 位置Q派彩,7搭10派218元,10搭12派79元,7搭12派271元 三緊一派彩,勝出組是派A3其他冷碗,派22.5元 四連環拍彩,3號,7號,10號,12號,派2699元 看來四重彩拍彩,有兩份拍彩 10號,7號,12號,3號順序,派30245元 另外10號,12號,7號,3號順序,派29966元 第2時間 投段27分74,第23分67,第3分24秒52,沒段24秒28,賽事時間1分41 10秒21